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说到包装 人们都会想到一张黑油油的脸庞 脑袋上刻刻跃扬 可现实中的包装 真长这样吗 宋诗里没有记载 我们只好来看看流传于世的画像 这是包公磁藏包公像 这是故宫男薰殿藏包公像 须发白脸一点也不黑 包括包装后代收藏至今的画像 也是个白面书生 不仅不黑 还是个帅大叔 但若包装不黑 为什么后人都称它为包黑探了 由专家研究 可能是受了戏剧表演的影响 为表现包装的铁面无丝 粉末登场的包公被设计成黑脸造型 且越涂越黑 流传至今才造就了黑脸包公的形象 有人可能会问了 就算它不黑 那头顶上的月牙又去哪了 早在宋元画本中 就有说包公瓶子月牙 穿梭阴阳两界 能断无头之爱 后来民间解释说 这月牙是包装被父亲遗弃时 经马踩伤才留下的一道疤痕 但事实上 包装父亲是近世出身 家中两个哥哥又年少过世 他既为官宦子弟 又是幼子独子 断没有被遗弃的可能 奈何 传言太广 传着传着 就说包装真长了颗月牙 这些传言还不是最离谱的 最离谱的当属包装断案 后世流传 包装 查破的案件足有上千 但他任职服饮 不过一年多 这可不是包装 我给你三天时间 而是包装 我给你一盏茶的功夫 而历史上 也没有王朝马汉 更没有公孙展昭 就连札美案里的陈世美也查无此理 历史上的包装 政绩平平 欧阳修正直接说他学问少 做事缺乏思考 但为什么老百姓不传什么张公礼公 偏偏忠意着包公 恨不能将世间美人尽数安在他身上呢 让我们来看看包装都做了什么 在戏剧中 我们常看到老百姓在堂前击鼓冤冤 这实际是包装的杀作 在这之前 老百姓们得层层递交壮志 若要告发权势 中途就被拦截 随便一个案子都要上下打点 登上个三五月 哪能直接喊冤 包装为百姓办事 更不畏权贵 据宋史记载 他上奏弹劾了包括宰相在内的六十一位权臣 其中因贪污激起民愤的王魁 更直接对奋起百姓滥用酷刑 大肆杀戮 但因他势力异常管固 朝野竟无人敢言 唯有包装连续七次上奏弹劾 最后更指责宋仁宗滥用亲信 才最终罢免了王魁 没有包装 谁来为百姓申冤 因此 即便历史中的包装 头上没有月牙 也算不上神态 但他为百姓说话 为人民做事 既算是人民把他夸上的天 也是情理之中